我們上次講到這個二維的碰撞的問題 那麼很快的複習一下 那假設今天有一個二維的例子 放在像這樣的一個坐標軸 這是坐標軸的外坐標軸 那一個例子擺在這邊是靜止的 那如果有另一顆例子呢 我們用V1i的速度去移動的話呢 當它發生了碰撞之後 本來它是沿著XO運動的 現在碰撞之後呢 兩個都是在XY裡面上做運動的話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假設碰撞後的速度 對例子一來說叫V1f 對例子二叫V2f 那這樣的一個碰撞呢 我們就會產生Y方向的分量 這樣子Y方向的分量呢 在做計算的時候要考慮到什麼 動量熟能的問題 好 所以本來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沿著X軸方向呢 我們的運動呢 是M1v1i 這是一開始的時候 那碰撞之後呢 碰撞之後沿著X方向 假設這個c1加c2的話 這是cosc1的量子 這個叫做cosc2 對不對 所以它們的分量呢 兩者分量加起來 要跟原來一開始是一樣的 所以動量熟能 這是所有物理原則 一定要達成的 所以M1v1fcosc1加m2v2fcosc2兩個相加要相等 好 那第二個 沿著Y方向呢 因為VX100就沒有Y分量 現在多出來兩個Y分量 兩個加起來也要相等 所以原來是0 那後來呢 M1v1fcosc1加m2v2fcosc2 加起來總和還是一樣要等於0 好 那假設今天呢 因為我們假設這個系統 是一個彈性碰撞的話 那能量前後碰撞前後也要守恆 所以M1 2分之1M1v1i平方 就要等於2個的末速度 2分之1M1v1f平方 2分之1M2v2f平方 那這是一個最基本的這個要求 好 那這三個 好 那這三個方程式呢 它有7個位置數 7個位置數 那我們如果知道其中的4個 那我們就可以解這些問題啦 好 那上次呢 這個我們已經講過了 這邊我就不講了 用快的過去 那我們現在要討論一個 比較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今天我們說我們的牛頓定律 現在已經把它改寫成像這樣一個形式了 好 我們的f 好 我們的f可以寫成p.t對不對 我們說牛頓定律 我們改寫成這個樣子喔 不是f.ma喔 那這個式子呢 我們再進一步的寫 那p是什麼呢 你想想看p是m跟v兩個向量 兩個量對不對 這個是純量就是向量 所以實際上會變成什麼呢 m-t這是第一個 跟v相乘 再加上什麼呢 m-v-t相乘 那不要忘記喔 這兩個東西都可以給你什麼 v對不對 那我們就來想想看 在日常生活中 這也不能說在日常生活中 發射偶件 畢竟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 對不對 在很多的時候 其實呢 我們物體的移動 物體移動 並不是只靠單一的推力 照著速度變化推力而來的 有時候會伴隨著什麼 質量的損失 所以比如說你可以看到這個車子開開開 一路開貨物殺死車 這個車子一直掉對不對 砂石一直掉 咧 這卡車覺得越開越快越也越輕鬆 對不對 那不只是說質量變少了 那可能還伴隨著這些 掉落的砂石 還給他一些助力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樣子的一個典型 最經典的例子呢 就是什麼 就是所謂火箭方程式 就是今天我的系統中質量 所謂變動的 那火箭 那大家要看火箭是什麼樣的東西 火箭通常就是 大家有看過太空碩發射嗎 有沒有 或者看過這個 現在比較先進 我看太空碩 你們大概沒看過 那個馬斯克 他發射這個火箭 有沒有 配回收的火箭 最近他們都在發射這個東西 那發射火箭呢 裡頭就是一個大型的什麼 大型的燃燒槽帶了很多的燃料 然後呢 只攜帶了很小量的一個東西去飛行 那這是我們火箭最基礎的一個樣 你知道嗎 好 那我們就來 做一個火箭的一個模型的這個推估 那我們用上面這個方程式 假設今天有個火箭 你可以想像火箭是這樣子啦 就是火箭 火箭長這樣子 對不對 那假設我們今天有個燃料槽 裡頭有個質 裡頭帶來化學的燃料 好 抱歉 好 抱歉 這個用 你不用抵m好了 然後 我們一小塊要抵m 整個火箭的質量是m 那個燃料槽呢 中間某一小塊的比起叫抵m 故意畫比較大一點 那現在呢 一開始它飛行的速度呢 使用我們速度v去飛 那等一下呢 我們這個火箭呢 變成這樣子 這一小塊抵m 飛出來了 然後呢 前面這個火箭呢 它這樣飛出來 好 那這個還是m 對不對 好 那現在它飛行的速度 這時候改成什麼 v加db 多了一點點速度 對不對 那這個抵m的速度呢 就變成什麼呢 變成v-vREL 什麼叫vREL 這兩個之間的相對速度 叫做vREL 好 那我們來想想看 我們怎麼去推倒這個火箭方程式呢 有這樣的一個基礎的一個假設 好 那一樣是動量手衡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m加比m v 對不對 一開始的總動量是這樣子嘛 兩個質量相當速度嘛 對不對 應該要等於什麼 應該要等於 後面的 來m乘上v加db 對不對 再加上我們現在這個dm 乘什麼 v-vREL 對不對 好 那 有這樣子的時候呢 我們再來想 那這個 這個整個的這個方程式呢 我們可以把它展開 把它展開成這樣的一個形式 mv加上dmv等於mv加上mv加上dmv v-l-l v-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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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在這裡頭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相等能把它消掉 比如說 mv一樣就消掉了 然後呢 然後呢 mv一樣也消掉了 對不對 那我們就剩下什麼 剩下mv-v跟mv-l 剩下這兩項 剩下這兩項 好 那剩下這兩項呢 我們要把它怎麼樣 把它稍微一項處理一下 所以一項處理一下 起來這邊 所以呢 dm的v-l v-l 就等於什麼 mv-v 好 我們就知道這樣一個方程式 那我再稍微做一下整理喔 因為 v-l是所謂相對速度 不要相對速度 相對速度 相對速度 好 所以這個相對速度呢 假設我們現在這個定值的話 那我們把這個hem移過去 所以變成mv-l 就會等於什麼 v 就會等於這樣的一個式子 好 那寫到這邊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做不下去了 這時候只能靠什麼 靠積分要上場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把它再做進一步的處理 好 我寫到這邊來喔 好 兩邊積分 所以我兩邊積分是什麼呢 變成v-lm-m 就等於去積這個點v 好 那兩邊積分積開來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v-l是常數提出去喔 那在積分裡頭 這要多教你們一個東西啦 假設一個東西叫做x分之x 或者是你們也會寫這樣子 這個東西的積分呢 會寫longx 什麼是longx longx就是log的 以1為底的x 叫做long 那當然你現在還沒有教自然指數啦 因為自然指數要到積分才會教 那直接叫做longx x分之1的導數去積分 叫做這個 因為這個呢 如果你用我們原來的跟你講的規則 它不能算 為什麼不能算 為什麼不能算 你看喔 假設我寫成x的-1比x 對不對 依照體型的規則會變成怎麼樣 1加上-1分之1 x的-1加1 對不對 會變成什麼 這是0 這是什麼 1對不對 會變成0分之1 所以你會爆掉嘛 對不對 事實上它不是0分之1喔 事實上它不是0分之1 它就會變成longx 所以呢 那因為這是常數 常數提到外面去 所以事實上 我把這個體型寫過來 變成VF-VI 就會等於什麼 VIL 去積分之1的N 所以呢 VF-VI 就等於VIL Long的F 會變成這樣子的一個式子 等一下喔 Long MF-MI 好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帶進去啊 就變成什麼呢 VF 我喜歡哪邊去啊 我喜歡這邊來喔 我喜歡這邊來好了 我喜歡這邊去 所以最後呢 四子會變成什麼呢 所以最後呢 那我自己寫好了喔 VF-VI 就等於什麼呢 VIL Long MF-MI 變成像這樣的一個式子 好 然後這有沒有問題 好 那這個喔 不要忘記 Long的操作 跟Log的操作一樣 Log的相減 是不是可以很相除 有沒有學過 Log Log 我喜歡這邊喔 比如說 Log 底都一樣 Log A-Log B 會等於什麼 Log A-B 對不對 所以剛剛這邊 如果你把它展開來 變成Long的MF-Long的MI 本來現在應該寫成這樣子嘛 對不對 所以我直接把它寫成Long的MF-MI 好 變成這樣子 好 有問題應該大概是7分不太會嘛 對不對 其他應該還OK吧 好 好 那在上面這邊呢 我們多提一件事情啦 這個MF-T 這個啦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會用一個R來代表它 什麼是R呢 單位時間內 我的質量變化率 叫做R 所以呢 你看好 克本這邊你們忽略它 克本這邊 這個有點怪怪的 我們先忽略它 那在這裡頭呢 我們特別提到的是 這個MF-T呢 用R來代表 那也就是克本的這個式子 也就是說 我今天這個力有兩種來源 一種是我直接施力在火箭上 讓它速度改變 好 可是這也有問題啊 當你火箭在空中的時候 你怎麼施力給它 你是沒有辦法施力給它 對不對 所以你有的 唯一的力量來源是什麼 是不是質量的損失 對不對 所以 在空中 裡面有一個東西 可以再 對它這個力 伸出一隻手 抓住我 就往上推 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空中就沒有這個 你只有這個 所以你知道F-MAL 把它跟它結合在一起 就會得到什麼呢 R-V等於MAL 就會得到這樣的一個式子 那R就是所謂的單位時間內 F-F-就是燃料啦 燃料的這個consumption 就是所謂的這個消耗率啦 單位時間內那個質量消耗率 那這一個 這一個 這個thust 就是所謂的那個噴嘴速度啦 噴嘴速度 好 所以最後得到我們式子 就可能這樣子啦 V-I等於 所以這好像少一個負號 我這基本好像少一個負號 好 沒關係 負號它是上下顛倒啦 少一個負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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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下會顛倒 好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 這是第一火箭方程式 R-V等M-A 下面這一個呢 是第二火箭方程式 所以你只要知道你的火箭 你的質量 質量的損失 其實質量損失 跟末質量的損失 其實它們末質量 然後整量兩個什麼噴出去氣體 對於什麼 對於火箭的下會速度 你就可以得到 你增加多少速度 好 那概念就是這樣子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個我們心底有一題 等一下就會看到了 好 那第九章呢 就是這些題目 九之七、九之二、零四、五十二跟七十九